不會 亞洲世界運動會 在去年同時舉辦 他又拿著兩個冠軍 所以去年他是五大三 五冠選手 我覺得他當然是空前 甚至有可能絕後 因為你要這個這麼重要的比賽 同一年要產生 然後又要拿冠軍 幾乎是 跳的 跳進 看他排球的內置 可以進攻 酷 讓母球留在 右邊的邊庫附近的位置 這個姿勢有點夠 太好 穩住 穩住 最後兩桿 9號球儘量要做一顆直球 好 我們要恭喜潘孝婷了 恭喜潘孝婷 絕地反擊 這個經典的戰力 從1比4落後 最後5比4反超 哇 漂亮 有 哇 這個7號球準金漂亮 2號球稍微偏左邊進去 然後母球 往這個地方走 拉桿 這球難度有點高 好 結果打得太整顆了 唉唷 這樣子反而是否可以走一個捷徑 直接三球碰 對 這個球不碰白不碰了 所以我們看潘孝婷選擇一個三九碰 因為九號球跟三號球的位置還蠻直的 所以這三九碰的成功率有超過六成 先喊延長 嗯 這一盤就這一桿了 所以乾脆 對 先請求延長 沒錯 跑五球 三九碰 碰進 好球啊 有 運氣怎麼樣 敲一下二號 二號球也進了 二號球也進了 還直接做到三號球 對 比較薄 他如果剛剛他的意思是說二號球不要進的話 二號球還可以再修正 我們看潘孝婷選擇薄球 進 哇 整個太穩了 先往前往後退個幾秒 好 最後是不是Game Ball Game Ball 九號球順利的打進 哇 這場比賽 潘孝婷 有 有沒有 九號球 這個球 拉桿啦 怎麼讓自己陷入自調的情況之下 上腦筋啊 這個球剛好很直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左賽到了 第一顆星之後啊 他反應沒有出來 解球 用力的啊 看能不能解禁之後再做到四號球 有沒有 有 哇 這個球 這個球 振奮 人心啊 這個人心是指他個人 還有他的粉絲團 還有他的粉絲團 解的好 老天爺也幫個忙 那看潘小婷這局可不可以順利拿下 再來一個輕功 我們剛剛已經講要輕功了 他這個輕功 底子不好 這個球多跑了 哎呀 他這右手最後送乾的時候 那個K點還稍微有點用力 這個五號球應該是要做中帶的 還是可以做到中帶 那母球跑路線要橫兩樓 他如果打太薄的話 這個母球 會不會洗帶啊 還是說母球敲到九號之後 會有做球上的一個不 不穩定 不確定感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球 右手 哦 有旋轉過去 要趕快碰顆星 不然會洗中帶 這樣子的話 剛剛又多跑了 六號球本來是中帶 現在又跑到六九碰 也不好打 直接進攻 也有點小小的壓力 進球上的壓力 左下角 走到這邊拚了 母球 母球 小心也不能敲九號 有 好球好球 哇 歷歷皆辛苦 這個 一顆球沒做好 沒處理好 就會造成後面的球 打起來 會格外的辛苦 然後剛剛這個六座七 也稍微 力量不夠 這球選擇了下第一竿 打進就有了 不用刻意做球 對 沒問題 潘小婷 目前是1比5 九號球 好球 彩球的問題 這個球要抓兩顆星 桿法柔一點 兩顆星剛好過中帶 好 對 兩顆星剛好過中帶 這個角度大 很OK的 因為 反而希望他角度大 因為這個球很簡單的 右塞兩顆星 對 走到這裡 5比8 5比8 我們來看 不要太大角度 基本上是OK的 這個球很大膽的 這個球很大膽的 因為整個手感跟精氣神都非常的專注 所以剛剛那球選擇了一個用力鈍桿 好球 潘小婷 潘小婷 好球 潘小婷 我們來講 不能做太直 還有9號球的問題 危險 危險 這個球 這個球如果再多跑兩步的話 連在一起 不是掉球 就是變成很不好打的 8號球 我們剛剛有提到 所以潘小婷是抓 下滴桿 下滴桿的路線就是在這裡 可行邊上 應該不受影響 打6號 打的稍稍的厚一點 然後6號先碰到左邊的庫邊 再借7號 近代 我們看潘小婷剛才也是 瞄的就是那個位置 這個球也要稍微小心一點 打一個刹車球 就是低竿的右塞 為了讓母球能更快的停下來 專注的眼神啊 又一次把分叉拉到到3比1 敘迅 3號 2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